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起感冒呢 相信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的 这个成长的经验中呢 一定都有碰到过 那么感冒是不是都一定要看医生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 台北市中医师公司现任理事长 陈朝中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陈医师您好 主持人很好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医师 陈医师 这个感冒 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过 那我首先很好奇的就是 这个一般的感冒跟流行性感冒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感冒我们的一生中都会碰过 尤其这个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 到了学校 大概每年九月份 就很多小朋友接触在一起 就把每年感冒的病毒 那么交换 所以九月份是一个感冒的高峰期 那像这个主持人所问的 感冒跟流行性感冒 到底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们流行性感冒是带有病毒或续静的一种感冒 那会由传染而得到 那另外一种我们所说的一般的感冒呢 它就是身体受到温度或者温差或者受到冷 可能今天下雨我们衣服穿的比较少 那受到这种温度的一个刺激或者变化 或者我们今天比较累了 那一点点的一个刺激甚至就产生发烧啦 或者有这个怕冷啦 或者有全身痠痛的一个情形 这个是所谓的一般的感冒 但是流行性感冒呢 基本上是经由传染而得到 那它的特征 除了一般的感冒的症状之外呢 还有包括像喉咙痛 包括像黄色鼻涕 黄色痰 那一般的感冒的发烧跟流行性感冒的发烧 那基本上温度呢大概都差不多 不过呢流行性感冒的温度呢 会大于39度以上 甚至呢会造成所谓的这个 严重的像心肺功能的一个衰竭 甚至会引起脑膜营 哦 那这样子听起来就是说 简单的说就是一般性的感冒 它就是温差 就是内外的温差引起的是不是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太过疲劳了 太过疲劳也有关系 就是淋雨的啦 温差大啦 我记得有一个情境在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 就是可能一对恋人呢 爱漂亮呢 穿得很短 就在淡水河边呢 就在这个散步了 散步就下了大雨 或者风吹了就感冒 以前有一个这个广告 就是演这个情境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感冒的因素呢 温差大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病毒的一个感染 那藉由人跟人之间的传播 那一般的感冒它是不会传染的 那病毒的感冒 是藉由病毒过去的一个媒介 而得到的 哦 所以说像是一般的感冒 它是不容易传染 可是流行性感冒 确实会传染的 嗯 是 那这样子的话 像是这种感冒之后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如果说假如说是一般的感冒 如果觉得已经浑身痠痛了 遭了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其实一般的感冒 其实也要适当来处理 或者说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生活品质 或者身体会长不舒服了 嗯 感冒这种几个 第一个头痛 哦 会头痛 全身痠痛 是 很累 会觉得累 有的人是有点拉肚子 有的人不一定会拉肚子 那这种感冒一个特征就是说 就是 全身痠痛 累甚至发烧 那这个时候当然有两种东西来用 我们传统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这个 都用悶棉被的方法 对对对 主持人因为很年轻 所以可能没有这个经验 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 如果我们感冒就悶棉被 不过我现在当医生的时候 觉得说 这个不见得 对了 因为如果说你能够辨别是正常的 就是一般的感冒跟流感 流感就不能悶棉被 哦 为什么呢 因为悶棉被 因为你的身体的体温很热 病毒性的感冒 细菌在体内 非常多的病毒细菌 悶了之后 你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一个病化症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冰枕 要用这个可能就 比较退热的方法 那一般的感冒 当然悶悶被 让我们身体的体温在升高 有所谓的解热症痛的作用 其实在中药里面 像这样的感冒 有很多的中药是可以来用的 比如说中药里面有 像穿穹叉雕嵩 或者什么酒味枪 这个都可以 另外像我们大家常见的时候 西药的用 买那个成药像 一些普拿藤之类的 阿斯匹林之类的解热症痛剂 这个其实都会得到缓解 那在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像 一些冲剂的 就是说他用那个 传统的中药把它磨成粉之后 用那个滚水来冲气 有点像冲那个米蝶一样 面茶知道吗 面茶这样子 从搅拌出来喝下去 那个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是一般的 不用熬药是吗 不用熬的 熬的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有种 这种用冲剂 药粉去冲剂 那个效果也非常好 是 您说的这个药粉冲剂 它是把它弄成冲剂的形式 还是直接是药粉 其实它是药粉 那我们用那个滚水把它冲气之后 有点像泡一点面茶一样的 那种搅拌就喝下去 这个都也非常有用 那当然我们讲 这个扔棉被 衣服多穿一点 这个都可以 那有的是用那种 推拿按钩的方法 用传统的 用这个什么拔罐 拔罐拔那种大锥 大锥 大锥就是我们 第七颈椎的位置 背后肩膀中间一个最高点的位置 我们用拔罐的方法把它拔罐 是 这个可以 另外用推拿按摩 针灸的方法也可以 这个就是针了之后 身体会解热 这个会解肌 会震痛 所以这个也会得到缓解 那像如果说有些感冒是会引起头痛的 那我们在风磁穴的按摩 或者我们在头部的做一些按摩 推拿 其实效果都非常不错 那因为有的人会说 会觉得如果吃了那个感冒药 如果在市面上买的一些感冒药 吃了以后会有 就是想睡觉的一些状况 是怎么回事 其实那都是西药的部分 所谓的抗组织胺嘛 西药的抗组织胺部分 他就吃了会爱睡觉 因为有些鼻子过敏的 就是说抗组织胺部分 就是针对流鼻水的部分 用多了年末组织是不流鼻水 但实际上它的副作用 它会昏昏欲睡 所以他那个都是说 这个开车的人啊 或者说操作中心的人 就不能使用那个西药的感冒药 因为你没有抗织 但是中药就没有这个副作用 中药也是可以缓解 但是没有这个副作用 像中药里面的穿穹茶条伞 心仪啊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所以说用中药的话 其实它没有这一方面的副作用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在一些饮食上啊 会 你会建议要吃些什么 其实我们在饮食上呢 流行性感冒 或者一般的感冒 我们会根据病情的一个阶段 做不一样的处理 当然在初期 中期 这个后期 或者已经回复期 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饮食的一个建议 那是不是多喝水会比较好呢 感冒多喝水 这个当然都知道 促进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或者水温的代谢 其实都让我们的感冒好得比较快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 有的人会特别容易得感冒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陈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一般性的感冒 跟流行性感冒的不同 那一般性的感冒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招了量啦 所引起的一些感冒的一些反应 那流行性感冒呢 则是因为病毒跟细菌引起的 那现在要请教陈医师 那我们自己怎么去判断 那我们是一般性感冒还是流行性感冒呢 这个很简单喔 我们一般的感冒 我们就说一般 在传中医啦 今天我们讲中医 这个叫做风寒性感冒 那一般流行性感冒 我们就说风热性感冒 就是因为得到了风之后呢 风是无形的 看不到了 那得到之后它是化热 化热 就是化热 就是它的一个有热相出现的 出现了黄色鼻涕 黄色痰 喉咙痛 甚至了这个流鼻血 这个都是一个流行性感冒的一个特征 风寒感冒它基本上是受温差大 因为受到能的刺激 风热感冒基本上它是不是 它是藉由传染 基本上风热感冒就是瘟疫 风热感冒就是瘟疫 瘟疫就是传染病 但只是说这样的瘟疫 我们都是说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生活中本来就说病毒细菌 只是你已经得到过了 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但是你没有得到过的可能就会 比如说可能三四个小朋友一起玩 三四个家庭来了 结果大家回去都得到感冒 但是它的症状特征就不一样 是吗一起玩 但是每个人的症状会不同 不是因为交换了 交换了 因为这个陈嘉仁是A型感冒 这个王嘉仁可能是B型感冒 其实得到这种感冒病毒之后 他互相会去交换 所以其实一生中 为什么小朋友会等于得到 因为他没见过 他没得过 其实像我们最近流行的一个 叫做H1N1 其实就是一种最新型的一种 流行性感冒病毒 大家都没有得到过 所以对每个人来讲 都是新的一种病毒 他没有得到过 所以身体里面没有免疫力 对 所以我们身体没有 没有适应的能力 就是说过去没有碰过 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所以身体对他的反应 而得非常的激烈 甚至会得到一些 比较严重的重症 假如说得了瘟疫 您说的这种瘟疫性的感冒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的瘟疫性感冒 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 其实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那这个就是跟一般的 刚才讲的风寒性感冒 是不太一样的 风寒性感冒一个特征就是说 肌肉酸痛 但是不会有喉咙痛的现象 很累但是不会有喉咙痛的现象 所以瘟疫性感冒的特征就是一个感染 所以想办法让这个感染 这个它的副作用 或它的一个合并症减少 那风寒性感冒 所谓的一般的感冒 可能很快 给你的两包要三包要可能 半天一刻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但是瘟疫性感冒得到之后 它会有一个过程 一定上来之后的慢慢慢慢再下来 没有特效药 感冒 有些是病毒性的感冒 没有特效药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是细菌性的感冒 是有些抗生素可以使用 但其实病毒性的感冒 基本上大家公认是没有什么 要是针对它 目前我们用的可流感 其实它也不是说针对 哪一种这个病毒 它是对所有的病毒 大概是可以控制住 让它不要恶化 是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 所谓风热型的感冒 包括细菌 包括病毒的 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基本上都是 用所谓的知词疗法 譬如说你发烧 有点解热症痛 那实际上 解热症痛过度也不行 因为什么 因为身体藉由这种高温高热 能够让我们的病毒细菌 得到医治 反而让它不要再繁殖 最重要的是观察看 它的脑脑 就是说这个小朋友 没有 这个小朋友 这个感冒的人 有没有引起 像那个意识分泌 或者瘫在那边 动也不动那一种 可是一般的家长 看到小孩子发烧以后 都会很紧张 对 没有错 那么大概烧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需要紧张呢 其实不是这样看 要看它的活动性 看小朋友的活动性的状况 才是重点 如果说他一样蹦蹦跳跳的 虽然发烧 还精神很好 那个不用担心 你不要让他太累就好 不要让他太累 那大概烧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需要退烧 基本上并不需要特别去退烧 当然说 你要遵照医师的指示给药 但是如果小朋友 如果说有点昏迷 意识不清 都在那边睡觉 都不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 一定赶快找医生 那可能已经伤害到大脑了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不过说这个是代表 比较危险 比较有问题的一个症状 如果说得到了感冒 结果温度有点烧 但实际上他的活动 活力都还不错的话 你不用太担心 多补充水分 水果都补充 基本上都可以平安度过 那您刚才有说 有谈到就是说 如果是一般性的感冒 如果给对药 可能半天就好 有这么快吗 一般性的感冒 对没有错 因为一般性的感冒 就是因为受到冷的刺激 冷的刺激之后 身体产生一种反应的过 反应肌肉酸痛 那有些要像解热症静的 解热症痛的 像吃的很快就流流汗 发发汗 其实很快就缓解了 还有就是像是流行性的感冒 假如说不看医生可以吗 您觉得 其实流行性的感冒 你要看他的病情的稳定怎么样 如果说他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其实精神还不错的话 活动也还不错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看医生的 那如果说不用看医生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做 会对这个病情会比较有帮助 当然第一个 这个主持人所讲的 水分要补充 第二个就是他的饮食要正常 避免油炸辛辣 或者比较甜的东西 那第三个 让他适度的睡眠 让他适度的休息 不要感冒了 又到处跑 太累了 因为这时候抵抗力变弱的时候 那这个就麻烦了 抵抗力变弱 那这个病毒或细菌 趁机呢 这个趁机来做怪 那如果身体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 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 如果我们身体感冒了 还是不能太忽视 有的人会觉得感冒也没什么 然后一样的到处去 可能就是还很辛苦的工作 其实这个时候您是不建议的 这样子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对也会把病毒传给别人 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多洗手 要戴口罩 出入公共床 不要做病毒的传播者 对 您说的这个倒是非常的好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有一些人的体质 其实是很容易得感冒 那有一些人的体质 不容易得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才呢 陈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一般性感冒 跟流行性感冒的 针对治疗的 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么究竟是 什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得感冒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陈医师 陈医师 什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得感冒 您看 其实抵抗力不好的人 就会得到感冒 抵抗力不好 就是身体的机能 状态比较弱的人 因为刚才讲到 第一个 荒寒性的感冒 那因为是受到温差 或者稳的刺激 那你如果说常常呢 都是有这样锻炼的 尤其像我们这个 冬天到了 那个温差 能够适应的人 那就比较不会得到感冒 其实这些温差 比如有人 常常洗冷水澡 这个冷的刺激 对他来讲是 时空见惯 所以就没有什么 比较不会得到 风寒性的感冒 那第二个呢 病毒性的感冒 就是一种 瘟疫 那这种传染病 那这种传染病本身就是 还要就是这个 病人本身呢 他的抵抗力弱 所以这种病毒或吸菌 进来的时候 他才会得到 如果说 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好的 其实 周边环境里面 有这个病毒或的吸菌存在 但是 他是百毒不侵的 所以我们终于讲说 正气 唇内 这个邪 不可干 之 就是说 身体的一个抵抗力好 正气唇内 这个 外面的邪气啊 到底 进不到我们体内里面 就好像穿了一个 金钟罩 铁布衫一样 所以就是说 抵抗力好 身体状况好的人 就不会得到感冒 是 那我们平常要怎么样 让我们的身体 变得 就是有抵抗力 好像穿了金钟罩 铁布衫这样呢 其实我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多运动 大概就是说 你看就像有些 有些人都因为 活动量太少 我们当然可以多利用一些 爬楼梯啊 或者说 如果说你这个距离不是很硬 上方距离不是很硬 你可以用走路的啊 或者用散步的啊 散步的 骑脚踏车可能也会比较好 其实脚踏车是不错的运动 不过脚踏车是 休闲大运动 休闲 休闲 大运动 是可以的 就是有点 运动有点休闲 搭配 不过就是说 像爬楼梯啦 或者说一些跑步的 这些运动 其实还蛮好的 游泳也算不错的 那另外就是吃东西也有关联的 如果说你是常常吃一些造热性的食物 一些造热性的食物 它本身呢 它比较容易会上火 那当然就是 病毒性就喷召了 它就会病情得到发烧型的一种 像病毒性的感冒 那再来是说 呃 常洗手 常常洗手 因为其实病毒的感冒 都藉由这个飞沫 或者我们的接触传播 所以我们都说要常洗手 如果说真的出入公共场所要戴口罩 其实都是阻绝我们病毒性感冒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是不是在人多啊 比较空气比较不好的地方 比较容易得到感冒呢 基本上密闭的空间里面 当然病毒传播就是比较会 如果说因为空气流通 其实这个病毒就被稀释掉为冲淡掉了 是 所以是 那些感冒流行的时候 尽量 人多的地方尽量不要去 密闭的空间尽量不要去 到比较空旷的地方会比较好 那如果说非得去不可呢 就戴个口罩 口罩 对或者常常洗手 是然后常洗手 嗯 那还有他们 譬如说在运动方面 你会建议做一些游泳啦 爬楼梯啦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就是说如果说假日的话 当然多运动多爬山 假日 假日的话 那平日的话上班时间 如果你要擦个两三楼 你就不要 一定要坐电梯 是 爬楼梯让自己的体力变好 是 那如果说是 像 刚才讲游泳是不错的运动 那另外就是 只要会流汗的运动 基本上增加心跳 嗯 这个 增加心跳 那会流汗 最好运动连续三十分钟以上 这样就得到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一个礼拜运动 一个礼拜运动 二到三次以上 两到三次 二到三次 就是要连续运动 超过三十分钟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我们 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是吧 吃东西当然知道 有人都说多吃一点 维他命C的水果 维他命C的 维他命C 其实一般的蔬果 大概都有 柳橙啊 橘子啊 柳丁啊 这些奇异果 像奇异果 这些都是可以 绿色或者是 黄色的 果肉的 这些水果 那其实 维他命C 可以用 但实际上 在中药的养生茶里面 有很多是可以 像菊花 中药也有养生茶 对 像菊花啦 或者说像 平常像补气茶 人生啊 浮光生啊 吃了之后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是 麦门冬啊 甘草啦 这个都是有 增强免疫力的一个功能 那像您针对这种流行性感冒 或者增强我们这种抵抗力的 您会推荐什么样的茶饮呢 如果说是在这个流行期 就是说在一般的时期 我们是建议来喝 这个所谓的玉瓶风茶 玉瓶风 对 就是黄旗 白竹 防风 三味药 对 这个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补气汤 是 补气汤 补气汤 就是我们用 黄旗 黄旗 白竹 防风 防风 三味药 等比例可以 等比例 各三千左右 用两千星的水熬煮 煮了之后 就是当饮料喝 一天用完 一天喝完 2000cc 对 大概2000cc熬煮 熬煮大概15分钟左右 因为不是冲泡的 可以 但是那个比较不容易出味 味道不容易出来 那另外一个叫做 抗毒汤 抗病毒汤 抗病毒 抗病毒汤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 荧花 莲翘 甘草 三味 荧花 莲翘 甘草 那这个就是说 周辈已经有病毒了 周辈已经有得到感冒了 或者同事里面得到感冒 我们希望说 百毒不清 毒清不进来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抗毒汤 那就是说 预防病毒吸进 进入到我们体内 是 那就是说您会推荐说 我们平常的时候喝 补气汤 补气汤 如果周围有人感冒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喝抗病毒的汤 那补气汤就叫免疫汤 也就是 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的能力 那就是免疫汤 那病毒吸进来就要吃 就要喝抗毒汤 抗毒汤 其实都会非常好 两个我推荐这些饮品 这些养生茶饮都可口 非常吃起来都非常好喝 口感都不错 然后他们可能 也比较容易取得 在一般的中药行 就可以买得到 一般都可以买得到 价格很便宜 价格也很便宜 那平常常常饮用 大概要饮用多久 通常你的免疫汤 使用一个礼拜以上 就不错的效果 一个礼拜 对 抗毒汤 可能要久一点点的时间 可能就是说 你在病毒时间 你周边有人得到感冒 或者很多人得到感冒 像这个都可以来使用 可能连续 所以不用一两个礼拜 就不会得到 就是别人得到感冒 但是对你来讲 都没有反应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养生茶 是 那像您这样子说 那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 要让自己减少得感冒的机会 第一个当然除了运动 每个礼拜要有三次以上的 两到三次 连续三十分钟以上的一个运动 最好是有流汗 是吗 要流汗增加心跳的速度 增加心跳的速度 对 然后平常我们就可以吃 不气汤 不气汤 就是说 齐黄煮黄蟹白煮黄蟹 另外病毒感染的时候 或者说周边有人得到感冒 我们要吃抗毒汤 抗毒汤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达到就是身体有免疫的功效 是吧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饮食上呢 您会觉得 其实我们饮食上 基本上就是 最重要就是说 你油炸吸尿的东西 肉类方面就这样少吃一点 肉类也要少吃 对 因为如果说 这个病毒性的感冒在旁边的话 吃了很多的肉类 其实很容易上毒 容易上毒 会得到病毒的一个感染 就是说如果肉类的反而容易让我们的体内上火 对 反而容易得到病毒的感冒 所以在这个期间就要少吃肉为好 是吗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